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闪亮人类孤寂 随着8月15日越来越近 悉尼华人社团的纪念活动也越发丰富 日前在悉尼埃什菲尔的市政厅礼堂 一场纪念抗尔战争胜利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 原创诗歌朗诵会隆重举行 我们来到这里 缅怀过去 调恋在战争中 受难的先例和前辈 结无辜的平民 我们希望历史不再重演 珍惜今天 珍惜前辈 用热血换来了 和鼎幸福的生活 这场由上海同乡会和奥华诗词协会与宣诗社共同举办的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原创诗歌朗诵会 节目由两家社团共同提供 所有作品都是原创作品 这些作品利益深刻 这个原创诗歌呀 它能够激发我们的激情 我们这一次结合 纪念抗战胜70周年 这样一个盛大的 节日和这个主题 这样能够唤起我们热爱和平 热爱和谐和博 热爱这样的精神 这是我们 也是我们人类最主流的 最根本的精神 朗诵会以宇宣诗社成员集体朗诵的原创诗歌 龙的名字叫《中国》拉开序幕 上海同乡会和宇宣诗社的参演节目交替进行 节目既有诗歌爱好者的作品 也有当地著名诗人为此次朗诵会特别创作的佳片 既有古体诗词 也有当代诗歌 朗诵者既有年遇古稀的老者 也有若冠少年 一级当年 朗诵者要么悲愤莫名 要么闯然泪下 听者也为之动容 这次发出我们内心的声音 这不是从外面抄来的 我们朗诵起来才非常有激情 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和平哥正在哭泣 正在悲怀 那年1948 他什么时候 一个地狱般的噩梦永远落在了 他的记忆上 我觉得很多诗写得很好 因为我们在澳洲已经很少听到这些以前听到的东西 可以就是记忆有心 就是不要忘记那个日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这个历史 我们澳华诗词协会 与宣诗社在这次活动中的朗诵的诗歌 是来自悉尼澳洲各地和国内的会员作者精心创作的 我们就是要让诗歌来把人类和平和谐和博爱的精神 全传遍全球 大家的热情非常高 而且诗歌的水平很高 朗诵水平也很高 上海同乡会人才积极 想不到有这么多的诗人 可以和宇轩诗社可以PK 我相信在今后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我们的诗会写得更好 悉尼的著名侨领政界代表和诗歌爱好者近百人参加活动 以朗诵原创诗歌的形式 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悉尼的华人社团活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 合院 为